都要报警啊 再找不到侯哥他人 就报警吧 这钱也可以慢慢还啊 你别管了 我不能让侯哥坐牢 也不能让那个娟姐吃亏 你到现在还在 维护那个人 为了那事 我也恨他 但是 侯哥其实不是 坏心眼的人 那他怎么不敢露面啊 他究竟躲哪儿去了 这是你的卡啊 早点还钱 早点踏实 不行 我不能收你的钱 你想怎样啊 那个是依山婆家的钱呢 要抓紧还啊 你每个月两千三千的 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啊 不行 我不能拿你的钱 我会自己还的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 飞哥 我们是情侣 是很亲密的关系 你现在又要维护那个侯哥 又要还娟姐的钱 我伸手帮个忙又怎样啊 以后我们还要结婚 要过一辈子的 你现在有事 我可以不管吗 孝芹 对不起 可是我 飞哥 我看着你着急 我幸连也很难受啊 我现在能做的 只有这些 你就接受吧 那就当是让我安心啊 小婧 请你放心 钱我会还的 这个 还是还给你 我会好好对你的 新品的宣传做得怎么样了 场地已经找到 表演嘉宾 主持人 邀请媒体名单 都已经上报给你 但是经费还没有批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财务部 有什么问题呢 财务部没有问题 问题是 你这个宣传计划 不够完整啊 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吗 我们其实还在修改当中 但是要等资金批下来 我们才能够确认 到时候 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报告 可是你现在这个计划书 都不确认的话 让我怎么给你批款呢 还有你这个计划书 我完全看不到 这预算的钱花在哪里了 但是如果 让我们再等的话 很多以前的预约 都会被取消的 不是我要托 我要的是完整的计划书 你的计划书不完整 我的钱没法批你懂吗 秦总 你到底是在怀疑我的专业 还是怀疑我的人品呢 我们营销部 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我来了之后 虽然没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成绩 但是 也没有出过一个漏洞 我希望你可以像以前一样的信任我 把资金批下来 那就不会耽误工作了 但要是你不批的话 那就代表你不信任我 那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我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 是因为现在公司都在整改 所有的计划 所有的程序 都必须透明 就这么简单 秦总 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你这么说 我只能理解为 你不信任我 不好意思啊 暂时休会 叶经理 跟我来一下 秦总和叶经理是不是吵架了 不知道 医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离让我下午来台 我经理过问财务上的事情有问题吗 那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你让我下得来台吗 你觉得你对吗 这程序有变化 怎么就是我让你下不来台呢 别再说了 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这跟信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公司我是经理 这不是咱们家 知道吗 我在员工面前是要有微信的 不能因为你是我太太 我就给你开绿刀 说来说去就是你的微信是吧 那我呢 以前什么事都是我做主 为什么现在要针对我 不是针对你 一直以来 营销部的这个款项 都是独立运行 对吧 以前可以 现在公司都整改了 现在不可以了 都要透明 就这么简单 是啊 营销部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虽然不透明 但是没有出过问题 可是现在又要上报给你们 用一分一毫都要向你们审批 那这么一来 效率会高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按照以前那个方法去做就好了 我怎么跟你说不通呢 我告诉你明昊 你跟财务部说 今天把资金批下来就行了 有没有人哪 开门 好 陆鹏 你在哪儿 我要见你 易珊姐 你的钱准备好了吗 笑笑 你在哪儿 我要见你 还有 三天二十万 实在是太棘手了 我来不及 我求求你了 这件事情我没办法 你是镇宇集团的老板娘 又是秦家的儿媳妇 别说二十万 两百万对你来说 也不是问题啊 我求你帮帮我这个忙吧 喂 喂 你们节目组每次的拍摄计划 都是无可挑剔的 但是你也知道 我现在就着急的是主持人 秦总 这件事情急也没有用啊 我们现在节目组的主持人 都是高薪聘请来的 也都很认真 我相信会有好结果的 可是 我还是想要个贴心的 依婷 算了 没想到徐总监的家教这么严 其实依婷在齐乐上班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都说了嘛 我会按照她的时间去安排 秦总 你真的误会了 这件事 其实是我听依婷的 说起来你和依婷怎么样了 婚礼也一直没有定下时间 您 而且我在公司 也很久没有看到你们在一起了 你们 不会是分手了吧 如果是分手了呢 真的分手了 你们感情那么好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老板突然这么问员工问题 我还真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我跟依婷挺好的 没什么事 我没有八卦的意思 我只是作为朋友 关心一下 我明白 等我和依婷 如果真的有什么好消息的话 一定第一时间通知秦总 徐岸 好 如果你们真的分手了 你能第一时间告诉我吗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怕你到时候郁闷 想哭都找不到人 好 您好 你们秦总吗 您找他什么事啊 我是厂商代表 告诉他我现在就要见他 哦 好的 请进 秦总 厂房代表吵着要见您 怎么回事 说是产品滞销 都是因为您找不到好的主持人 要来问问原因 好 让他们进来 嗯 好的 秦总 我 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 这万一对方情绪激动 你身边好歹有个人吗 叶经理 叶经理 你听说了吗 齐乐的秦总 被厂商代表堵在办公室 说是因为您和一婷姐走了 没有好的主持人 导致代理的产品滞销 闹得挺大的 现在销售越来越难做了 动不动就上门闹事 好像销售诚心不给他们卖似的 叶经理 齐乐真的缺了你就不行 咱就说说销售吧 递得太惨了 齐乐的事 齐乐自己解决吧 小语 我们那笔资金 秦总批了吗 刚才我给财务部打过电话了 说秦总还没签字 去工作吧 嗯 我很了解各位的心情 但是大家和齐乐还有郑宇 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现在突然遇到问题 我们不是应该一起度过吗 可是按照现在齐乐的销售情况 我们的产品销量 真的是太困难了 我们和齐乐签的 可是独家销售啊 这个我知道 我会尽快解决销量下滑的问题 我觉得这事不难办哪 找那个叶一山过来做节目 她前一阵不是还搞出来一个什么 直播大笑话吗 她现在人气很高嘛 这个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不能只考虑吸引眼球 叶一山对齐乐造成的事故 影响很大 如果继续用叶一山 只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就这么耗着啊 我做了很多的销售计划 相信我 销量一定会提高的 我的秦总 我真是佩服您这定力啊 你弟媳妇不用 又一个外人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 秦总 我们相信你 那是因为齐乐的背后 是震雨集团 我们相信秦总的信誉 但是 如果齐乐在三周内 不解决销量的问题 我们真的无法保证 和齐乐的独家销售协议了 也请你理解 何总 别呀 您再考虑考虑 我们已经是让步了 这还是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 要换成其他公司 我们根本就不会给三周的时间 咱们走吧 走 两位慢走 不好意思 让你看笑话了 您先去忙吧 心情不错嘛 奶奶 还唱着歌 在那儿做牛角包 怎么 钱收到了 没有 不过赵飞答应我 会把钱给我的 我就放心了 小娟啊 你的心可真大呢 我现在 除了等她把钱还给我 我还能干吗呀 去找那个大猴子 赵飞又和这件事无关 你干吗讹人家 你现在就应该报警 找猴哥 可是 可是我答应了赵飞 如果她把钱还上了 我就不报警 那就更奇怪了 什么逻辑啊 那赵飞干吗那么护着那个猴子 帮她扛下那笔钱 奶奶 你不会觉得 赵飞和那个猴子 联合起来骗我钱吧 赵飞可不是那种人 我又不认识赵飞 我怎么知道 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猴子找出来 免得事情更糟糕 小娟哪 你不会是喜欢上 那个猴子了吧 没有没有 她不辞而别 我怎么会喜欢上她呀 只是 我答应了赵飞 不能变卦吗 奶奶 等着啊 我把面包做好给你尝尝啊 我也觉得是 我来了 你这个点才收工啊 那么晚啊 我因为肚子饿了就来了 我已经帮你弄好了 认一下就行 你等等啊 好 赵飞你坐 赵飞啊 我呢 帮你准备了点钱 你先拿着 不行不行 嫂子 这钱我不能拿 这件事已经让你们 在亲家面前丢脸了 这钱我真的不能再拿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等这事解决了呀 你跟叶青早点把婚结了 钱我真的不能拿 谢谢你嫂子 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 弄到钱了 还没有 就是我一个朋友让我去帮忙 每个月有五千块 这么多啊 什么工作 开货车 开货车 哎呦 那就要常常不在家啊 不行不行 是啊 叶青说得没错 你看 赵瑞马上就要考试了 你又不在家照顾 孩子的学习耽误了怎么办 对啊 何况啊 你也得慢慢还那个老女人的钱 你着什么急 但借别人的钱总是要还的 我朋友说了 先帮我垫十万块钱 以后的工资我就不拿了 不行 你看 刚才我说 我不能借你们的钱 你们也不容易 再说 我觉得开货车也挺好的 自己赚钱 自己还 可是 来 别说了 我饿了 我先吃了 肥子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突然之间去开货车 我怎么会呢 你真是个死浆牛啊 我们借给你钱 早点还清不是更好吗 你去开货车 还那个老板的钱 跟还我的钱有什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我好era 在没有娶你之前 就占你便宜 占什么便宜啊 我的便宜你随便占 我乐意啊 不行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别再提了 飞哥 飞哥 难道我的钱有毒吗 真是的 秦总 这些是这几个月 营销部的账目 别告诉别人 我调这些文件过来看啊 是 另外还有一份 不知道谁送过来的文件 上面写着营销部 却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我看看你 不过去的 是 我 不过去的 到底是谁给我发的短信 谁偷偷给我送来了这份财务明细表 衣衫似乎真的有问题 但是这个神秘人又想做什么呢 明昊 你有没有空啊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怎么 你还生我的气啊 我知道我早上是激动了一点 对不起啊 医生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公司分明啊 你说你早上那么冲动 这我不是为了公司考虑吗 我只是想我们营销部的资金 能够用得比较灵活一点 再说了 这个项目一定要有资金进行的 所以这个钱呢一定要尽快批下来的 来 看看吧 这是你们营销部的财务明细 很多账目都不透明 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 你都得谨慎 明昊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再说我们这次项目一定要立刻进行的 好 要是你还信任我的话 你就把资金批给我 不管发生什么 我来负责 我是不向你出事啊 我也不想出事啊 我都退了一步了 你就帮我一次吧 就这样吧 以后有什么事情呢 我都会先向你批合的 明昊 这次真的不能再推迟了 一定要今天批给我的 亲爱的 谢谢你啊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 总有一天被你害死啊 怎么会呢 我今天见到在你家偷东西的人了 他和怡婷在聊天 你是说偷我电脑的那个人 是怡婷派来的 嗯 我想他在找你录的那个视频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只是告诉你 我必须要站出来维护我身边的人 一神 你根本是太让自己委屈求全了 其实你不想针对他 对吧 我不是针对他 我是要保护所有的人 也包括你 我阻止不了一神 对 可是话说回来 这跟一山有什么关系 都是因为怡婷 怡婷 不要再做出阁的事情了 小心玩火自焚哪 好 徐总监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赶紧说吧 我很忙的 去我家偷东西的人 你认识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难道你在其乐 没有什么事干吗 叶怡婷 你到底要装傻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今天没有证据 是不会来的 我只想来帮你 我就知道我来这里是浪费时间 叶怡婷 也到了你该清醒一下的时候了吧 拜托你赶紧停止 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好吗 我受够你了徐总监 我受够你了徐总监 你有证据吗 证据 你就是证据吗 你姐姐已经看到你个路棚了 我姐姐 你说的是怡婷是吧 你们两个都是疯子 叶怡婷 我是想帮你 趁现在还没有人决定 要揭发你的一切之前 拜托你不要再伤害任何人 赶紧停止 什么 叶怡婷她找回记忆了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了 你做过什么 你对一山做过什么 其实想证明的话也很简单 只需要验个DNA 就真相大白了 我为什么要验DNA 我们两个都是麻生的孩子 验DNA能查出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别再来缠着我 叶怡婷 你真的以为你可以瞒过全世界吗 拜托你停止吧 这样伤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 这句话我送给你才是 每个人在自己的道路上 都有很多事是回不了头的 难道你不觉得 现在这些事毫无意义吗 你为了得到了 就一直纠缠着我 说我是叶怡婷 然后你爱上我 现在你清醒了 你知道你扮演的角色 你还能那副情深深的样子对她 我觉得真是很佩服你 难道爱情有遥控器 一摁就可以换台 你给我闭嘴 叶怡婷 你根本不知道我爱谁 我当然知道 无论我是叶怡婷或是叶怡婷 我都不许你许案 踏进我的生活半步 把你可怜的爱情 留给你自己享受 我真的很想给你一面镜子 让你好好看看你自己 你现在既不是叶怡婷 也不是人家叶怡婷 没错 我两个都不是 因为他们两个在我眼里面 太弱小了 我就是我自己 但是你爱着叶怡婷 又亏欠叶怡婷 你不敢直面面对你的心 许案 我承认我想成功 我不像你 你是虚伪 口口声声说着爱 却那么地胆小 你闭嘴 叶怡婷 你傻得连我的心都看不出来 从事之中爱的都是你 什么爱 你不是口口声声对我说不爱吗 你不是一直爱着她的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秦明昊 叶怡婷 都不能阻止我活出我的人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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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还忙着呢 你是不是听说 我被厂商代表围攻了 才特地跑过来安慰我的 看来你又摆平了 吃点小事还难不倒我 我现在啊 反而更有干劲了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对 我确实有点事情想求你 你能帮我劝怡婷 回来其乐上班吗 她不是被营销部调走了吗 是啊 我也不是要挖走怡婷 我只是想让她回来帮帮我 还做主持人的 对啊 因为以前只有怡婷和怡婷 做出过一样的成绩 可是现在 怡婷是不能用了 所以我想请怡婷回来救救场子 我只能去试试 但是不能保证 那你是她的老板 你说话总比我开口强吧 那我也不能勉强人家 是吧 试试吧 试试 好 回来了 嗯 对了 姐那边怎么样啊 别提了 到现在还加班呢 看来这次厂商逼宫啊 她的压力很大 姐没有说 让我回去当主持人的事吗 我估计是怕咱爸不高兴 我估计是怕咱爸不高兴 她好像还想高兴聘请主持人 但是我们销售业绩那么差 要是那些主持人去了的话 收视率不好 岂不是很丢人 是啊 所以姐姐说 想调怡婷过去盯一点 怡婷 她回其乐吗 不 就是做节目的时候 暂时回去 那肯定是你不放人了 你又想说我跟她是吧 不是的 亲爱的 只是我觉得你作为老板 你让她去 她肯定不敢不去的 你这样就会让别人觉得 有点气势压忍的感觉 要不这样吧 我帮你去说 也好 我确实不太方便 你看 我还是很疼我的妹妹的 我去洗澡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维护你 姐姐 怎么这么早啊 这些是什么 整理过的发票 发票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着 整理发票了 叶怡婷 你究竟有什么事瞒着我 难道姐姐 你没有事情瞒着我吗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我怎么会知道 许安 尝尝 尝尝 这个咖啡 一婷也带我喝喝 一婷还是挺懂咖啡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在很多地方都很像 是吗 这咖啡啊 常喝的 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吗 那 你今天找我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 让一婷回其乐的事吗 对啊 我姐这不求到我了吗 我总得帮忙啊 帮帮她吧 这事啊 我还是让一婷自己做主吧 我听她的 我姐姐跟我说 她已经去求过一次一婷了 被拒绝了 我只在想啊 让大家多劝劝一婷 对了 那天酒吧喝酒的时候 你有句话好像 说了一半 如果你对我还有愧疚的话 就请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帮我保守恢复记忆的秘密 接下来怎么做 让我自己决定吧 雪岸 雪岸 秦总 对不起 打扰一下 又有一份奇怪的文件送过来了 好 谢谢 我 再打扰一下 再打扰一下 你借了那些钱要去哪儿 回老家生孩子吗 依珊姐 这次你就原谅笑笑吧 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说出那些事情的 你别再演戏了 我要你向我保证 你拿了那些钱 立刻给我滚 我从今以后 不想再见到你 见到韩笑笑 还有你们的孩子 否则 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 依珊姐 我是真心地把你 当成我的亲姐姐一样 可是笑 笑笑她怀孕了吗 她还知道我做的那些事情 神经又受了她的刺激 我不忍心骂她 我是真的觉得对不起你 我 我告诉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 以后再让我见到你等吧 我不会客气 我这次借钱给你 你们赶紧离开 不 还有 管好你自己的老婆 明浩 你谁啊 别跑 站住 姐 拿住她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来了 姐 我收到了这个 还有一条短期 是让我来这里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相信我吧 真的不是我 好 好 好 你解释给我听 霓裳 霓裳 怎么了这事 姐 快扶她 快快快 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谁知道什么情况 一婷姐 叶经理晕倒了 你不去看看吗 你怎么知道 秦总把她报到办公室的 我们都看见了 也不知道叶一山最近怎么了 总出状况 去了办公室 是啊 不过你不用担心 没许医院 估计问题不大 姐 在这事没有查清真相之前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咱妈咱妈 我知道 只是我不明白 医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难道 他是有什么苦衷 是 明浩 我先走了 等一山行了 你跟他好好谈谈 说不定 他有自己的理由呢 不会的 行了 起来吧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事 你还非要我起来 亲自扶你啊 我这是在给你解释的机会 叶一山 你要是不起头的话 我一会儿没耐心了 你可就没机会了 明浩 我的头还是很晕呢 叶一山 从现在这一刻起 咱们俩的关系 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我问你答不许撒谎 听到没有 你别这么说 弄得我好害怕 这些证据 是不是真实的 这是谁给你的 我再说一遍 我问你答 我问你答 是不是真的 是 对吗 明浩 对不起 你原谅我吧 我那些钱 本来是打算给怡婷结婚用的 还有 我想给我妈弄一间大一点的店铺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所以 其实我这也是第一次 我来音箱部工作 也是很短的时间啊 是啊 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能用了这么多钱 这钱都去哪儿了 明浩 我不会了 你相信我一次吧 我以后真的不会了 医生 这难道就是我的真面目吗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是的 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我们不是夫妻吗 你别这么说我好不好 对不起 好 那你老实交代 你把钱给谁了 那人是谁 你跟他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 那个是笑笑的老公 笑笑的老公 是的 笑笑她怀孕了 她想辞职 但是她又没有钱 所以她问我借钱 她是我的朋友 我没有理由不借给她的 所以 我今天就借了 你又撒谎 你又撒谎 你自己说的话都前后矛盾 你知道吗 你一会儿说给笑笑 你一会儿说 给怡婷 给你妈开店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一山 明浩 你相信我吧 是真的 我们是夫妻啊 我们是一辈子的夫妻啊 你要相信我 难道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好 你还是做了 是 我要让明浩离开叶怡婷 让他们两个离婚 离婚 虽然这么做 会让妈跟姑姑很难过 但是我要保护明浩 我要保护振宇集团 你若想帮忙 就别拦着我 医生 不要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怡婷会变得重判亲离的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别太无端了 医生 我知道你在怪我 没有一早告诉你所有的事实 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是我欺骗了你 可我也很纠结 那个时候 我心里想的是一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是现在我希望你们俩都好 我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 徐爱 你不是爱他吗 爱情是什么 就是要守护那个人的一切 永远为那个人着想 所以我现在求你 替他弥补一些错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浩受伤 我也不想让妈妈和姑姑痛哭 我只想让一婷收手 让他明白自己的错 不论多么 无论多么 微笑虚无的梦 总还会 用双手用思念 紧紧抓住这小小的梦想 多么想让他实现 错与对 别说我无所谓 谁能见 这一刻是心碎 医生 你到底怎么了 我该怎么办 我就是为了这样的你 从美国回来 喝家里闹饭 我爱上的那个医生 还是你吗 那边兜养 这西瓜切太大了 这吃起来多费劲啊 知道了 还是我来吧 我来吧 不用了 这是一定要我来做的 这平日都不进厨房的人 竟然怎么那么积极啊 娟姐 你哪来那么多话呀 真是 这没事现殷勤 又做什么贵心事了 爸 奶奶 吃水果吧 真是连厨房都不进 今天怎么忙起这个来了 妈 这孙媳妇孝敌你 这不是好事吗 对不起 我之前太忙了 忽略了 但是 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好好做 我一定好好孝顺 爸 妈 还有奶奶你们 只要你和明浩好好的 我就开心了 我今天就没有想到 我一定要做 我今天就有事 我给你 你吃了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